今天是大年三十 咱们做几道菜 第一道菜做的是金华火腿 这火腿肠是欧洲和日本发明的 火腿肠的主线就是火腿 人们吃剩下的猪肉、牛肉、鱼肉 它坏了就做成了肠 崩干了它就坏了 松花蛋是咱中国人发明的 明朝江苏一个茶馆的老板 发明的松花蛋 茶馆生意挺火 火计不够用 火腿就把喝掉的茶叶倒在炉灰上 鸭子喜欢炉子旁边睡觉和下蛋 火腿发现鸭子在灰里头下蛋 他就把鸭蛋拿出来蒸了一下 发现煮了挺好吃 这就是最早的松花蛋的雏形 咱们把这个松花蛋切成四半 咱们把这个塑料膜搁上 等那个做好的时候 咱们拿的时候特别好拿 咱这膜做好了 咱们就把这个放进去 在里头给它摆齐了 好方长 那现在把松花蛋摆好了 咱们再把肠放进去 这肠一定要搁到它俩的中间 来看一下 这个需要打六个鸡蛋 咱们打这个鸡蛋呢 是蛋清和蛋黄是分开的 一定要慢一点 蛋清和蛋黄是分开的 现在咱们放上盐 这个是分两部分放 蛋清放 蛋黄也放一点 蛋清跟蛋黄都得要打透了 蛋清咱们打完了 把蛋黄再打一下 不能打出泡来 再加上水 锅一下腮 把这个叶倒进去 盖上磨 扎上小口 放点水 扣上盖蒸15分钟 起盖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别刺着手 特别烫 倒10分钟以后 咱们把这个盖打开 咱们做一个蘸料 做一个蘸料 这是姜葱 红辣椒 洋葱 这个 现在咱们就把它们都搁到底起 混合起来 放点蚝油 放点海心酱油 放点辣椒油 放点辣椒油 放点醋 咱们再倒点 咱们再倒点香油 这个蒸以后 蒸好了 再焖5分钟 完了再打开盖 咱们就开始脱膜 绿素的翻 咱们把松花火腿啊 改给倒了 切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一定要用薄的刀来切 刀要薄要快才能好看 姐妹们看一看 摆盘一定要用白色的盘子 盘子不要太大 把它摆好才能看清楚 它这个漂亮的程度 这个呢 上边这个白的是蛋清 这底下这个黄的是蛋黄 搁的是肠和松花蛋 金花火腿一定要蘸足了料 吃得特别过瘾 不行啊 咱们吃得太香 再来一块 红豆瓶 但是有一点 要吃得更好 饼梅